大厂纷纷将制程升级 也造成了部分产能的产出 受到影响的效应 已经在盘面当中逐步的发酵了 由于市场供给量的降低 因此带动低润价格的止跌 这会有助于南亚科跟华雅科的营运表现 而国际投资机构更是陆续对低润事况翻多了 包括美国知名财经网站巴龙 在建议引述了摩根大通的研究报告指出 强调各低润厂制程的转换 将会导致产能的减损 预估今年整体低润总产能仍会往下降 似乎在一片唱衰 低润的声浪当中是率先的翻多了 其实市场供给缩减 造成报价止跌效应 从上周五美国股市大跌的盘面当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在当中的记忆体晶片指标大厂 美光上周五在美股重挫了279点的盘式当中 还上演了逆转的行情 尾盘小涨了以28.02美元作收 绿手柱包括了绿色这条 预线在内的所有的短期均线 而从股价形态来观察 华雅科好了 我们从三月份开始可以看出 整个形态上明显的走软 而季线黄色这条也是明显的翻转向下 细旧背后的法人筹码 外资跟投信是联手卖超华雅科的 股价也是一路的被涂养法人的20天 卖出平均成本线 也就是上方的这条浅绿色的线条压着打 那么另外蓝色线条 所代表的股东人数逆势的往上增加 红色线条所代表的大股东持股 从今年以来却是往下降 代表对于筹码面 是月行往混乱的方向来发展的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自从华雅科在4月8号跌破了去年10月14号的低点之后呢 就开始看到了原本都是清一色的绿色的柱状体的外资 开始翻多有出现了红色代表买超的柱状体 进场买超华雅科的动作 在4月13号最突出的这根长长的红色柱状体呢 这当天呢大买超了28,442张 位居外资当天买超的第一名哦 那么外资只是在跌身之后抢反弹呢 还是正式布局低润止跌扬升的行情 我们也会密切的帮你来追踪 而华雅科昨天小涨了0.77% 收在了39.15元 不过这五日均线盘中呢 得而复失留下了上影线呢 出现了日K的连四黑了 而华雅科的基本面帮你做补充 三月份合并营收55.51亿元 是最右边最亮的蓝色柱状体所代表的 比起前一根的蓝色柱状体是减少了5.6% 这是上个月份呢是月减5.6% 创下20个月的新低 比起最右边的黄色的柱状体呢 这是去年同期的数字的 也是大幅度的减少了20.5个百分点 最主要是因为制程技术将转换到20奈米呢 影响到了出货所造成的 而第一任双雄 南亚科跟华雅科的法说呢 将在下个礼拜二 4月28号登场了 反正就预期呢 华雅科第一季 因为PC需求疲弱的影响呢 单季的获利会比去年第四季再下滑 那南亚科则是将会呈现所谓淡季不淡 第一季的营收呢 只比去年第四季的高峰 小减了三个百分点 获利表现是相对的出色哦 而2408的南亚科 由于打入了华为跟中兴 这两大中国电信设备厂的供应链当中 抢大大陆网通市场快速崛起的商机呢 使得第一季的毛利率将渴望达到48% 这个数字就远远超越了美光的35% 甚至胜过了SK海力士 成为了第一季台湾本业获利最高的记忆体晶片厂 而南亚科股价在长线当中表现也相对的比华雅科稳定哦 已经维持了将近两个月的平台的整理 虽然说也在清明过后呢 出现了一波的大跌 而且呢还跌破了当时 外资20日的买进的咖啡色这条的平均成本线 但是呢跟华雅科不同的是 这南亚科并没有跌破了去年10月14号的低点 而之所以能够表现的较为抗跌呢 不单单是因为外资对于南亚科都是站在买方 我们看到清明色都是以红色柱状体居多哦 这中间有穿插几根的这个绿色的柱状体 而连华雅科董作也是南亚科总经理的高企权呢 把华雅科卖掉之后呢 就将这1.6亿元的资金也转进了南亚科的股票当中 不过也因为大股东台速呢 在今年总共申报转让的南亚科有6543张 一多一空的势力呢 似乎也可以透过这大股东红色的线条 跟蓝色的股东人数几乎都是维持不动的两条线的发展呢 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后市南亚科的股价到底是要往上还是往下呢 就要看这只大股东多跟空哪一边的力道比较强了 而最近南亚科小涨了0.57%盘中呢 突破的这个橘色的五日还有蓝色的十日均线呢 到了收盘又是双双的公派垂成 日K已经是连五黑 而南亚科三月份的合并营收呢 40.79亿元比二月的39.65亿元增加了2.86% 比起去年同期的37.71亿元呢 也增加了8.13%